任类最后一次主持事务会议后记者会 基隆市长六仓特别说明基隆市财政状况 在他8年坚持领举债 并透过争取中央计划行经费补助推动市政建设 债务余额从上任时最高峰的124亿余元 一路降至67亿余元 大减57亿多 负债比率更从47.37%降到25.4% 让基隆从负债留级生翻身为政府财政优等生 整体而言我们基隆市负债余额降低的比例是高达46.06% 我想这是我们非常负责任的管控基隆市的一个财政状况 然后在我任期之内的8个会期 每一个会期都是零举债 然后这个严守财政纪律 那才有办法让我们基隆市的负债的余额 从过去的几乎快要破产 破表的一个状况 那有一个大幅的改善 在明年的1月1号开始 基隆市的财政等级也将由第四级提升为第三级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8年的执政期间 我们基隆市是政府财政的一个优等生 那整个的一个负债余额减少的一个成果 我想为未来基隆的发展 也打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财政的一个基础 在卸任前的最后一次事务会议上 牛昌除了感谢基隆市政府所有同仁8年的协助与支持 也期待他们能坚持到最后一刻 更勉励所有同仁发挥如常精神 继续为民服务工作 我觉得就是如常的精神 就是过去该怎么做 未来就怎么做 那我们过去基隆有大家努力的一个成果 我们未来也把这样的一个精神 在新的市长的领导之下 继续的往前进 那城市可以进一步 然后社会可以发展 人民的幸福福利 跟包括经济生活能够有所提升 我想这是所有的政府 各级政府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 也是人民的一个期待 所以我想不管是谁执政 都应该回应人民的一个期待 据了解 这一次将有12位一级主管与林又昌 一起离开基隆市政府 包括副市长林永发 民主长黄俊逸 民政处长王于生 社会处长吴挺峰 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之文 财外发展处长黄建峰 都市发展处长徐燕新 综合发展处长林坤峰 交通处长苏先知 教育处长杜国正 环保局长赖焕宏 及文化局长陈敬平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道